天气越来越炎热 回家鞋还来不及拖 就先开冷气 不过想快速达到冷房效果 你会怎么做 设定在25度左右 然后那个风量 可以调最大 慢慢再调你适应的风量 我就温度调低 等调几度 大概23度 不过其实日本有研究指出说 最快的冷房效果 关键不是在于温度 而是送风大小 我们拿28度 送风最大 还有18度送风最小 来实测看看 室内温度28.2度 冷气调到18度 风量调最小的情况下 一共花了5分半 降到27度 不过如果把冷气升高到28度 风力调到最大 只要2分半 就能够降到27度 除了温度和风量 扇液的方向 也是决定冷房时间的一大关键 专家指出将扇液调到 与天花板呈现水平方向 冷风就能够传达整间房 所谓的沉流就是大气层的那个沉 就是很平稳的 那它可以送得远 如果是变成雾流的话 乱七八糟后 它会产生很多律动 那会消耗太多 另外冷气搭配循环扇 能够把降在下方的冷空气 顺利往其他地方推送 不过循环扇建议放在冷气出风口的正对面 才能让房间形成一个冷气池 热空气会散生 因为它密度的增加 所以会散生 那所以我们的冷气在下面吹的时候 气流就慢慢地往上面这样带上来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凉 一年夏日掌握小撇包 刚回到家用短短时间就能够透心凉 三零七分干涵荣家与台北仓报道